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分组那个函数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啊 python当中这个阿易模块下面的一些 正字表达式的函数的一个正的用法 好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啊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final啊 final的话 它是可以找出某一个字符上当中 所有满足你这个正字表达式的那个子字符上 全部都把它给提起出来 好吧 并且它返回来的这个值 它返回来的这个值的话 返回来的是一个列表啊 那么我们来到大门当中 跟大家再走一下啊 好 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还是用这个价格来来说啊 好 这个地方 现在我要的需求是什么呢 将这个啊 字符上当中所有的那个dollar 后面这个数字 就这个价格全部都要把它给提起出来 好吧 那么这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final来实现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写个i t 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i1点那个色 等我们地方的啊 等方的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再给它传递一个正字表达式 那么正字表达式的话非常好写 这个我们给个仿西干 然后给个多的话啊 那么给个仿西干多的话的话 代表是那个 呃 或许这个多了 对不对 后面的话是不是还有那个数字啊 对不对 那么的话就给个仿西干第一 那的话给个价 代表是的话 可能后面有多个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再来给这个什么呢 再来给这个test啊 再给这个test啊 这样的话他就会把所有满足这个正字表达式的这个词 全部都把它给提出来 形成一个正的列表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下这个i t啊 可能加四 可能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 他返回来的是不是就是到了99 已经到了10啊 把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把它给给把它给提出来了 对 非正方便 非正方便啊 就是大家以后想要在某个字上当中提取你 所有你想要的数据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去写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函数就讲到这边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下面一个函数啊 下面这个函数的话是这个sab函数 sab的话 他是又来替换那个字转的啊 就是你可以将匹配到的那个字转替换为另外一个字转啊 那么我们这边也是来写下啊 比如说现在哈 我要的需求是什么呢 我要将这个字转当中所有的那个道的这个价格啊 全部都把它给替换为那个0啊 全部都把它给替换为那个0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定了这个什么呢 定了这个sab的方法 然后这个sab的方法的话 他需要传这几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的话啊 是这个正在表达式 就是个patter啊 第二个参数的话 就是你啊需要提需要替换为的那个字转啊 第三个的话 就是你需要你需要替换的字转 就是你这个目标字转 就是这个整体的字转 对不对 后面这个看的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你要替换几个啊 如果你如果你写1的话 那么就会只会替换一个 如果你要将整个 如果你不写这个参数 他就会将整个这个字转当中 所有网组条件的全部都把它给替换掉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写下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将这个东西把它给替换为那个0 对 然后后面这个是整体的字转啊 这样的话他就会返回一个新的字转 新的字转的话 就会包含那些什么呢 被替换的那些啊 一个这样的字转 好吧 保存一下 怎么能加弹一下 那么现在得到的就是个apples price 以至0 二字的price以至0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替换啊 这个就是替换啊 好 那么讲完这个小deb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道 拿一个什么呢 实际的案例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啊 什么实际的案例呢 我们现在好 我想去把那个拉钩往 那个职位项目的一些信息 把它给拿出来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sub行数来完成一下啊 来跟大家首先来分析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拉钩往上面的一个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职位项目的信息 对吧 那么我如果我们想要将这个里面的这个文本信息 把它给提取出来 那么我们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我们就直接提取这个里面的文本信息 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换一种思路 换一种想法 那么就是第二种方式啊 就是我 其实我可以怎么做呢 就可以将这个里面的这些标签把它给上掉 把这些标签把它给上掉 剩下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些中文文本啊 这些文本字符上啊 对 好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写啊 好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现在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浏览器啊 然后去拉个网上面去获取一个这样的职位信息啊 比如说我这边搜索一下一个拍赞啊 然后来来找一下啊 比如说看一下北京的啊 这个20k的啊 相信大家学完以后啊 都是呃 绝对20k以上的那个拍赞开发对吧 好 那么我们右键来检查一下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啊 把这个把它把它给拿下来吧 这个的话是包含了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些职位相关的信息 对吧 那么我右键来copy一下啊 copy 啊 啊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到这边 然后我们来写啊 smail smail等于这东西 对吧 要是 好 等于这个啊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将这个里面的这些标签把它给提换掉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IET 等于这个什么IET 那个呃 sad啊 sad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将这个里面的那个呃 标签把它给提换掉 那么标签我们现在面临的目的就是怎么去写这个 怎么去写这个什么呢 怎么去写这个 政治表的事段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政治表的是啊 这个标签 他要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他是不是左右两边都是这个肩框啊 对 并且在这个肩框当中的话 他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任意的字符啊 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给个点啊 代理的是任意的字符 只要的话啊 在这个标签当中的话 他有可能啊 有一 有可能只有一个 也有可能有多个 当时的话 他最少要有一个 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个加 对 那么这样的话啊 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标签把它给提出了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再来给他指定这个test啊 不是太直的 是aturnal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要替我为空的字符啊 空的字符 然后的话 这个是放在上面啊 再来打按下这个it 好吧 可能加此保证价 可能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 他得到的是一个空的一个这样的啊 东西 对不对 为什么是得到这个空的呢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讲过那种 他那模式 与他那模 与非他那模式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不写这种 他的模式和非他那模式 他默认采用的就是这种他的模式 就是你这种写法 点加的话他就会将这一部分啊 这一部分全部都把它给 匹配为这个点加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他采用的就是他的模式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将他的这种他们模式 改变为这种非他那模式啊 那么就是改变成这种 就是你只需要替换为中间这部分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我们这段该怎么去看 是不是给个加问号就可以了 对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来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那些什么呢 非啊 非那个标签的性的东西 把它给提出来了 对不对 那些标签性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给提换掉了 OK啊 好 那么是这一部分啊 这是这一部分 好 那么讲完这部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行数啊 是这个斯布里的 斯布里的的话 是什么呢 使用正在表达式的方式来来分割一个这样的字符杖 好吧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加一下啊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斯布里的啊 斯布里的 好像说对吧 好 比如说啊 这个地方我们一个test是等于那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hello world你好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要将这一个字符杖当中 以这种空格字符来进行分割 好吧 好 那么这边给个i t的这个t i t那个 呃 风格叫做4s 斯布里的sb i t然后这边给个正在表达式 那么我们使用空格来进行分割 我们就给个空格就给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边再给个test啊 然后再打案是这个i t啊 可能加速放下可能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 他反过来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 这当中装的就是啊 这些非空格的一些这样的字符 对了也非空格的一个这样的字符啊 好 那么如果啊 假如现在我这边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个爱的放啊 我想既能使用爱的放 也能使用这个空格来进行分割 那么我们该怎么动呢 我们这时候的话 是不是可以给个树干 那的话在这边给个多的放啊 好 不是多的放 这个是那个爱的放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分割的 对不对 也是可以分割的啊 但是这种写法比较麻烦 对比较麻烦啊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要将这些非非非英文数字的这些东西 都当做都当做分割 对了 只要是英文的 我就不是当做分割服 只要不是英文的 我就当做分割服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写吗 怎么就这样 可以这样啊 给个啊 它是A到A到Z 以及大写的A到Z啊 只要不是这几种 只要不是这几种 那么我就都当做分割服 对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写也是可以的 对了 也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这是分割服啊 好 那么讲完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些另外一个行数 就是这个 恐怕这个行数啊 恐怕这个行数的话 它是呃 它是用的干嘛的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哈 这个恐怕行数 它有两个用法 第一个用法的话啊 不是两个用法哈 就是有两点功能啊 有两个功能 第一点功能 就是有些的 有的时候哈 如果你的这个正在表达是执行的次数比较多啊 执行可能执行了很多次 那么执行了很多次的话 这个的话 如果同一个正在表达是 可能他都都都被执行 那么效率就没有那么高 对不对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空派这个函数 使用空派这个函数的话 就可以先将这个正在表达是把它给编译起来 然后把存放在这个类层当中 那么以后 你在想要使用的时候 你就直接使用这个类层当中的这个编译后的这个正在表达是就可以的 那么这样的话 效率就会比较高一点啊 效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空派这个函数来写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实现一个需求啊 就是将这个里面的这个数字把这个提取出来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先把这个数字复制一下 肯定加C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地方来啊 肯定加V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来写啊 就是那个IET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或者这个地方写起个R啊 然后的话等于这个I一点Compile啊 然后这个地方写个正字表的是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正义正字表的是 我们要去提取这个里面的数字 对吧 这个里面的数字的话 它首先 它我们可以把它给分成三部分看 就是小数点前面这部分 以及小数点 以及小数点后面这部分 那么我们写小数点 小数点前面这部分的话 是不是B是不是一个数字 并且它最少要有一位啊 对 因为如果你前面这一位都没有 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字了 对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的话 就是个什么呢 就是个点 那么这个点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特色的字符 送到我们这边给个反击杆来 给它进行转移 对对 那么这个点的话是可有可窝的 对对 因为如果这 如果没有这个点 说明没有小数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给个反击杆 点 那的话 因为它是有可有可窝 那么我就给个分号啊 给个分号啊 然后这个后面的话 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数字啊 那就是反击杆第一 后面这个东方式的话 也是可有可窝 那么我给个信号啊 给个信号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正在表现就写完了啊 写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啊 这个对象去定要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就是IET 等这个啊一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420 然后把这个啊传进去 把这个test传进去啊 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再需要去什么呢 写个正在表现的 我们就直接加这个对象 认进去就可以了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答案一下 IET 保存一下啊 来运一下啊 这个地方来 grove啊 好 再来走一下 对吧 是可以提及到这个20.5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他正常的一个用法啊 正能一个用法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正在表的是哈 你像在你的那个服务器上面 如果你的这个服务器 高并发的吧 就是啊 访问的40比较多 那么如果你每次都去执行 这个正在表的事的话 效率就没那么高 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将这个正在表的事啊 放编译成一个这样的东西 先编起来 好吧 好 那么这是这个哈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恐怕这个行数 他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强大的功能啊 什么功能呢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后面给他传一个啊 rebo这个flag关键字啊 这个flag啊 就传一个这样的flag 那么的话啊 这个啊 这个web他的web是他的意思啊 他的意思 他的中文意思就是注释的意思 就是解释的意思啊 那么他的作用是你写这个仓数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以后你在这个地方定义这个政策表的事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给分行来写啊 分行来写 然后你在这个分行后面 你可以给个警号去给他做这种注释啊 给他做这种注释啊 大家现在要明白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政策表的事啊 你不要以为呃 好像你写完以后自己写的话就很容易懂是吧 有可能啊 有可能你写的这个政策表的事 隔个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再回来看这个政策表的事 你自己又不记得了 所以大家在写这个政策表的事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比较复杂的 那么都建议大家去写一些这样的注释啊 那么这次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compile这个行数来完成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写一下啊 这地方还是啊 等这个啊一点compile对吧 只要这地方我们可以呃 写个什么呢 写个啊啊 我们写政策表的是前面 我们要都要加个什么呢 就要都要加个原生 对不对啊 然后第二个参数 我们给个啊一点那个什么呢 那个verbers啊 然后这里面的话 我们再给他一个什么呢 用三个参数的形式啊 不是三个双数 就是三个双引号的形式 因为这种形式的话 他写起来就会简单一点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写那个政策表的事 然后可以分行来写啊 可以分行来写 那么我们这边写个反习干第一 加的话代表的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小小数点前面的数 对吧 好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反习干啊 那个点再加个问号啊 是那个什么呢 小数点本身对吧 这样的话你写起来是不是就更加简洁一下 对 反习干那个第一星是那个什么呢 啊 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啊 这样写完 这样写完这种注释哈 基本上只要懂政策表道士的人一看哦 就知道了 你这个政策表道士每个部分代表什么意思 对对 总比你这个地方写在一块是不是晕啊 看啊 容易的懂得多啊 对对 容易懂得多啊 那么我们这边再来举行一下啊 啊 那么这的话也是可以匹配到的 对了 也是可以匹配到的 但是这种写法比较好 对吧 比较好啊 就是大家以后在写这个政策表道士的时候啊 呃 能够能够写这种注释 就就多去写这种注释 方便他人也方便自己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pass下面的一个政策表道士 常用的函数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大家的话在课程里面也把这些东西把它给练习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